今天我們邀請到的是劉大偉 David劉 他曾經在20歲出頭 就在好萊塢動畫街就享有盛名 甚至還被高薪挖角 但是明明就是高薪挖角 可以賺了這麼多錢 可以過很舒服 很優渥的生活 可是你卻選擇離開 而且甚至當中中心還出現過 有恐慌症等等這些 為什麼有這樣子一個起伏呢 因為我覺得那時候 我在這個好萊塢工作裡面 我覺得失去了那種對藝術的熱情 因為我是熱愛Michael Angelo 我覺得畫畫就是純藝術 那動畫是剛好我進去到這個事 但是我發覺動畫 他很有影響力 在小孩的價值觀裡面 那我發覺那時候我在作戰施主 我就發覺美國不只是金融風暴 我覺得有品格風暴 品格風暴 對啊 因為國小小孩子竟然拿槍去殺他的同學 是 哇 我覺得說 那我覺得做一個藝術家 我覺得他必須要有一個社會觀的一種使命感 藝術不應該停留在商業 藝術應該在幫助社會環境 讓人活得更有價值更有品格的這種人的這種精緻跟美麗 所以我就一直想說那我的動畫 我的動畫只能幫助我的薪水 要是動畫能夠幫助小孩子 在他小的時候看動畫的時候 他學到人真正的價值 絕對不是用錢或者他的成績 我覺得做一個人 他最成功的就是一個美麗的心 我覺得美麗的心 所以你覺得如果繼續待在迪士尼的話 距離比較遠一點 我覺得迪士尼他慢慢失去了這種family 他是說 據說是family 那古老的迪士尼跟現在的迪士尼是完全不一樣 現在的迪士尼是向前看的 那我覺得現在 我覺得動畫 我覺得再回出他原初做白雪公主跟小木偶的那個 我覺得那種鼓勵一個普世價值 一個善良的心 一個誠實的心 我覺得這是動畫最高的境界 所以我希望我們肯渡出來的一系列的動畫 都是能夠鼓勵小孩子去 不只是行善 但是為什麼要去行善 你一直還想要好好的 緊緊的抓住那種很純淨的美好的感覺 但是你覺得如果繼續再待迪士尼下去的話 不會有那種感覺 我覺得就變成畫漿了 對啊 然後你生命就開始進入一個低谷 那時候有什麼被恐慌症吞噬了你 聽起來真的是覺得 恐慌症是因為我那時候離開 然後我那時候很不幸的 就是我選擇這種 當然選擇這算是應該不正常的 年輕這麼好 那你選擇 但那時候我第一個太太覺得你有點不大負責任 所以她也選擇離開我 所以我面臨的這種人生沒被肯定 然後覺得已經有點點自卑了 但是那時候就覺得 本來走到人生這麼漂亮的舞台 怎麼找到那麼好的太太 找到什麼都很好 但突然間選擇這一條路 難道就這麼被我旁邊環境 我家人都覺得你這個是一個不合理的 沒有收入了 沒有收入 但是我個人的信仰 創造者上帝說你不是一顆玻璃珠 你可能看起來跟華人一般般的 但是當我創造你的時候 我看到你是一顆獨一無的鑽石 所以從那次我才有一句話 深深地肯定我 說劉大偉 別把鑽石當玻璃珠 其實每一個人在這個創造者的手裡面 每一個人都是獨一無二的鑽石 你不要自卑是因為你不要跟別人一樣 不要覺得你好像不是蜜蜂 不是蝴蝶 你就自己失落感 我覺得一個人堅持地做自己 我覺得這才是一個人真正的價值 所以這個過程 當然我面臨恐慌症 這些感情上的錯亂 然後去心理學家找到自己 為別人而活這種對自己的感情上的整理 非常的亂 非常的亂 所以我也感謝恐慌先生提醒了我 要怎麼樣整理自己的感情 社會一些安全的界線 跟爸爸媽媽還是要畫的 因為我那時候幾乎就是活在我爸媽媽的影子下 已經都三十幾歲了 爸媽講什麼 你還是乖乖聽他 但是孝順跟自己的尊嚴 我覺得要畫得很清楚 所以那時候我搞不清楚 就是媽媽講什麼都要聽 但是突然間覺得一個男人 也必須要長大 所以跟父母之間 那個愛是不變的 其實對畫畫的熱情 也是不變的 但是那個過程當中 學會怎麼樣去處理 那樣一些關係 其實很困難 很困難 就所以好在有的 這個恐慌症的意思 讓你重新整理了一遍 那麼在這個之後 你就開始做自己的創作了 不是在迪士尼 你這個這個大公司的羽翼之下 自己做can do以後 我現在看 我們現場可以看到有這麼多你的書 你的作品出來 可是其實很有趣 你小時候是不愛看書 最討厭看書的小孩 為什麼呢 為什麼現在可以做出這麼多書來 所以我的工作在好萊塢裡面 我就是寫編劇 劇本 然後劇本完了設計 那我那時候是從一個讀 從那個 從無便有的過程裡面 所以我那時候就在寫這些idea 所以這幾個書 其實是在我在好萊塢裡面 自己私底下寫的一些劇本 那時候已經有這些 有些劇本 對 但是那時候劇本 它只是文字 所以我覺得夢想必須要有行動 那我做這些繪本呢 純粹是在找投資商金主 把這些動畫 我在好萊塢寫的動畫 變成商業的一些未來的動畫品牌 就是我們這個TENDO的 小狐狸的夢想的故事 但最終你還是希望能夠有一個 有把他們全部都化成 這個動畫的這個故事 希望它是一個非常形式來出現 是一樣一樣的 對 我們是一樣用商業模式 而且是最卓越的一個動畫的 一種故事靈巧 去製造自己獨一無二的品牌 是 現在技術對你來講 已經都不是問題了 最重要的是你要把你的夢想 要把它實現出來 是 你幫我們介紹一個CENDO好不好 CENDO其實他就是這個故事裡面的 這個夢中的劇業 這個夢中的劇業 這夢中的劇業 他就是一個小狐狸 那他怎麼樣找到他的夢想 在這個夢中的劇業裡面 那這小狐狸呢 他的故事其實就是我個人的故事 因為他面臨了很多不可能 他的生活 他是在恐龍的世界裡面 然後他面臨了很多動物的朋友 跟他講說你的夢想是太巨大了 所以其實他夢想這個夢中的劇業呢 後來他找到他的夢想 全部實現在這個夢中的劇業裡面 所以我覺得成功 常常我覺得他的秘訣是在一個堅持 你願不願意繼續的堅持 不管多少失敗 我覺得人就是要面臨 失敗不能讓你打在你地上 你爬不起來 失敗要是能夠讓你更堅強 更肯定 一直跟這隻講說 I can do it 我覺得這才是一個人的成功的 一個心態 最早的時候 那位希臘老師告訴你的這一句話 然後從此就明刻在你身上 你就相信 當我遇到任何失敗的時候 告訴我自己 我還是可以做到的 所以這個can do 也就一直陪伴著你 當然希望越來 未來陪伴更多的小朋友 那麼在這個過程 也有過很多 比方講說 剛才講被霸凌過的啦 還有曾經有萬念俱灰過的 還有婚姻上的失敗等等 這個過程當中 唯一陪伴你的 是不是就是畫畫 有沒有 有沒有甚至已經一度萬念俱灰到說 連畫畫都不愛了的過程 因為畫畫是需要靈感的 畫畫是需要那種火花的 那有時候沒有靈感的時候 人很沮喪的時候 是很難去做一些創新 你是畫不出來有生命的東西 你可能也會畫 但是那東西是畫的是不快樂的 我覺得恐慌先生讓我再次就是認識到 我覺得人生的命定 我覺得每個人生裡面就是一個Masterpiece Masterpiece後面每個人都有一個Master 我覺得這個Master就是我人生的上帝 我覺得上帝在每個人的人生裡面 上帝要花揮他的創意 在你一個人的畫布裡面 我覺得我能夠願意讓他 無限的給他我人生的空間 我覺得這是我在恐慌先生裡面 介紹給我一個人生的一個秘訣 就是你願意放下 那很多時候其實你就回歸到了 你的信仰回歸到了你的天分 你喜歡的畫畫裡面 在這當中不斷地過著每一天 都很充實 特別獨特的你 對不對 好 稍後我們還要回來 再請David來聊的就是 那麼動畫產業 現在的情況是怎麼樣 以及未來他會怎麼樣發展 父母親要開始讓你小孩子說 我小孩子就是要跟人家不一樣 千萬千萬的一定要有這種 我覺得這才能夠翻轉 整個台灣的文化產業 文化產業是從家庭開始 絕對不是從政府的資金 或者政府說想做什麼